中央设计者赵立言台中28日电东海大学处产与生物科技学系与校友共同研发草本蛋 在蛋机饲料中加草药 每颗蛋应含有草本多分 抗氧化力提升7倍 蛋固醇含量减少25% 东海大学处产与生物科技学系教授谢长齐今天表示 在蛋机饲料中加入中草药 一周后可开始产蛋 每只鸡平均25小时就可产下一颗蛋 经东海大学实验室检测证实 每颗蛋应含有草本多分 抗氧化提升7倍 而且每颗蛋的胆固醇含量减少25% 谢长齐指出 目前因东海大学校内所饲养的鸡脂 每月仅能生产500多颗蛋 畜产与生物科技学系与校友一起投资蛋机场 每月能产150万多颗蛋 预计年底可进入量产 明年正式推出 东海大学农学院院长江文德表示 目前正在研发液黄素蛋 吃蛋就能保养眼睛 未来还将朝向客制化制作机能蛋 有需求的客户可提供一件调配资料配方 生产所需机能蛋 江文德表示 教育部创新创业计划着重在农业部分 四年来已有六家的新创公司成立 未来还有新的团队将进驻校内产业育成中心 希望好的人才培育计划能延续到下个阶段 106万1128